一擺出來 很明顯的 這裡一旋一束一發 多了手的前動 轉動 他就將前司徑 發揮到極致 你們問陳氏太極權 有老價 新價和忽略價 他的特色在哪裏呢 要知道很重要 老價 他就是最 平面簡單 初學者都很容易學 舉個例子 譬如 這個是老價的動作 他這個手 這樣去 然後再翻手過來 再按掌 但在新價方面 他就多了這些 轉圈 多了手的前動 轉動 很多時候是將 打法用法 忌擊的方法 表達了出來 你看到這些所謂的前司的手 轉動的手 都是一些琴 或者打開對方雙手 再合徑 按徑 開合徑 所以 新價是比老價 複雜的 老價很多時候是一下 剛才示範 一個拉下來一個女的勁 再翻掌 再按掌 在忽略價上 他就是 全身轉動 無處不事緣 因為陳氏太極拳 講究是前司徑 他就將前司徑 發揮到極致 譬如剛才的動作 他先 拉一個圈 升沉起伏比較明顯 然後再轉開 慢慢走那個 內氣 運勁 最後 走柔的方面 分別的特色就是這樣 如至於法徑 法徑 譬如新價那裡 這裡 一開一合 這是一個案長 一個案長 這裡一去 可以走一個 然後再開核 一個刁拿手之後再安靜 忽略價方面 他走立體縣 這裡一旋 一發 可以再慢慢運氣運勁 上下拉活 全身 我們叫做周身八卦 打通全身的關節 他可以這樣發勁 因為走立體縣 所以在腦駕身駕上 他的動作 是比較方 方形一點 姿勢 一擺出來 很明顯的 忽略方面 他轉圓多一點 在外形上 分別就是這樣 慢慢旋轉 一開一合 一朵 還有一朵 我 你 說